红溪现象归纳 水具有红溪现象 产生红溪现象需具备的条件有 水管内必须装满水和出水口一定要低于水面 两个条件同时具备 水才会流出来 利用红溪现象可以为我们做很多事 例如抽水、使水产生移动等 想一想 生活中还有哪些粒子是红溪现象的应用呢